国际局势最新的发展是朝鲜金山胖派出一万多金类部队进入俄罗斯 与此同时又对韩国提出了临战的状态 朝鲜半岛的形势可以为风云突变 自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一个斗钉小国穷的叮当响 却打算以手上的核弹作为支点撬动地球 他是吃脚不怕穿鞋的 因为不将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眼里 他可以称为世界上最不嫌事大的滚刀肉 支持媒体人严存钩先生在文章 金山胖以核弹撬地球 习近平有贼心无贼胆中说 出兵一万一千人 对俄国战争而言 只是北水车薪 根本成不了什么事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朝鲜出兵参战助俄 光是这一消息就让美国北约坐不住 俄国打到今天死伤高达60万 比起这个数字 一万一千人只是一个零头 朝鲜兵没有实战的精炼 究竟只是过去做做样子就撤回来 还是自在填补俄军留下的后方空虚 还是派到俄乌边境去呐喊助威 还是直接进入乌克兰与乌军决已生死 种种可能性都有 还要继续观察 但严先生认为 金山胖这一动作 其实是与普京串通好的 自在逼习近平出兵 习近平对普京做了致命的误判 最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 习厚言无耻的将中共为人统一台湾 归咎于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一仗打得太差 这是找台阶下的说法 但也证明习访而时说的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让我们一起来推动他 这句话显然有点所托非了 习最初如意的算盘 打就成了中共的附庸 俄国赢了中共分享战狗 与俄国联手对抗西方 所以习近平谨守不出兵的底线 只是暗中给予物质援助 还要闹过西方的监控 不想给自己招了麻烦 习近平为何忌惮西方的报复 因为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的市场 科技又依赖西方的提报 中国在粮食和人员等关键战略物资方面 也需要各国的供应 一旦中共参战 不必说战场上的输赢 美国只要对封锁马六甲海峡 中国需要的石油和粮食就断了来路 中共显然可以回头去找俄国 但因此也将被普京绑架 到时候不是中共拉撇普京 而是反过来要看普京的脸色做人了 中共对普京夸下海口 说中俄合作不上限 意思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事实上普京最需要的是习近平直接出兵参战 中共参战 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 西方人洗面 害怕核弹 俄中朝三国领袖都是战争狂人 手握核弹 百姓的身家性命不放在眼里 老毛成狂言 最好美国打原子弹 中国人死一半能可 打赢最好 打不赢也没关系 俄国战争打到今天 普京就是等老习出兵 乃和习三年来出生 而不出力 普京要拿他没办法 于是普京和金三胖私下串通 以三胖慷慨出兵 来反衬习有贼心无贼胆 为什么金三胖出兵 对习有政治压力 因为中俄合作不上限 是你自己说的 倒俄国需要合作时 你却假装看不见 连朝鲜一个穷山小国 都可以舍命赔君子 你还在说什么大话 你不出兵就是老主 就是说话不上话 就不能共生死 习正处于空前的内忧外患之中 经济一落千丈 社会危机四伏 党内反对派群群欲动 西方国家虎视担当正当啊 危机四伏之际 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折腾 更不必说派兵 这一步一旦走出来 就永远收不回去 中共与西方绝交 后果相当严重 因此这个决心不容易下 风险相当高 高到习承受不起 直接与俄罗斯和朝鲜捆绑 摆明车马 与西方打一场世界大战 迎面很小 现代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早已不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规模和战法了 俄乌战争和哈尔战争 根本不是大兵团作战 集体式冲锋 攻城掠地 而是无人机导弹 斩首行动 单兵装备 不是一支AK-47 而是全身电子设备 俄乌战争中 连大炮和坦克都不中用 朝鲜出兵一万一千 有如何能够改变战场局势呢 中共参战 只是战争规模扩大 打到最后 邪恶轴心 仍不是西方的对手 战争打的是国力 是高科技 是维持世界和平的正义感 这些中俄朝都没有 习不敢打 至少他还知道 怕死 中共建政以来 与苏俄从没有真正好过 三世纪 毛与苏联交恶 转身投靠美国 此后 中俄两国 就一直打打停停 打了习的手上 突然与美国交恶 感觉孤立无援 事故茫然 这才回头去找普京 两下各取所需 习近平这才拍胸口 任普京为绅士 之交 结果到了真正决生死 习又公然的躲了 现在的麻烦就是 打又怕打输 不打又怕失信 讲道理都是金三胖摔 一天到黑 为习制造麻烦 现在就看习近平如何回应了 做一个大国领袖 面对多如流氓的内忧 外患 没有一刻安理 压力之重 非常能可以想象 这样的一尊 实在没有什么好 让人羡慕的 严先生的话呀 让我想起拜登 曾在国情之文演讲中 问道 当今世界的领导人 有没有人愿意与习换位置 独裁者表面风光无限 背后却成天的敌心吊胆 担心被人暗算 过着一种恐惧的生活 以上我们说了金正恩出兵俄罗斯的事 最后我们再说说朝鲜与韩国的危机 这朝鲜和韩国会打起来了吗 实际分析人士 邓宇文先生在文章 朝韩会打起来吗 总这样认为 朝韩此人对抗 直接的因素 使韩国无人机闯入平浪 散发反朝传单 10月以来 韩国无人机三次飞临 平浪的上空 特别是最近一次 据说传单的内容 也要针对金正恩 及其女儿的一些生活细节 被朝鲜当局认为 这是韩国有意煽动朝鲜民众 对领袖的不满 挑战金正恩的最高尊严 金家富丽的生活 对民众来说是最高机密 如果被泄密 让民众知晓 这个最高家庭 舍持腐化的生活 进而对领袖的忠诚 产生怀疑和动摇 则当劳会使 金正恩对韩国震怒 朝鲜指 无人机传单事件 是由韩国军方策划执行的 言下之意 韩国政府有意要挑起 朝鲜老百姓 对金家政权的不满 故而作为回应 朝鲜除了放狠话 就是切断与韩国的一切联系 而炸毁 韩朝边境 连通的道路 表明朝鲜已经把韩国完成 看成了敌国 不想与韩国发生一丁点关系 当前朝韩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双方完全不信任的困局 这种困境根本上是由金正恩政权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的 金氏政权原本极度的封闭 疫情三年让朝鲜更加的封闭和孤立 恰恰在这时候 美国和韩国都换了政府 川普第三次和金正恩在河内会见 虽然不欢而散 使金正恩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但拜登政府几乎完全无视朝鲜的称赞 不与朝鲜打交道 这又让他有强烈的失落感 美国不理朝鲜 自使金正恩无法打开外交局面 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无法改善 所以在过去的三年 朝鲜隔不多久就会四射导弹和卫星 目的就是要唤起美国对朝鲜的注意 如此同时 朝鲜和中国 俄罗斯却无法形成美日韩那样的三角关系 主要是中国对朝鲜有点不冷不乐 虽然朝中是法律上盟友的关系 但中国不像美国造作韩国一样造作朝鲜 原因是中国在发展同朝鲜关系的同时 还得顾忌韩国的态度 中国不想太亲近朝鲜 而把韩国完全推到美国的怀抱 尽管尹熙悦政府在对华事务上呼应了美国的要求 二是朝鲜自身也不太听中国的话 不想韩国对美国一唱一和 中国无法依赖就只有依靠俄罗斯 可俄罗斯也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才对朝鲜热心起来 虽然俄罗斯是粮食人员和军事武器的大 在这些方面能够满足朝鲜的需求 尤其是帮助朝鲜提升核武水平和战略威慑能力 然而俄罗斯毕竟也是受国际制裁 力量有限 只是让金正恩政权能够存活下去 无法帮助朝鲜打开国际局面 那么朝韩危机会不会打至双方打起来呢 观察家们对此的评估是别看朝鲜摸权插 但现阶段半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金正恩不会真正鲜莽到对韩动手挑起战争 尽管朝鲜有军队百万 还拥有核武 但这只是用来自保 场落发生战争 朝鲜面对的是美韩联军 两边的实力完全不对等 朝鲜支撑不起一场激烈的战争 虽然俄国外长鲁登科对朝韩冲突表态 俄朝条约规定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 双方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 似乎有意再为朝鲜撑腰 但曾打起来俄罗斯未必会直接派军队参战 如果不派军队参战仅仅是军事资源 改变不了朝鲜最终被战败的结局 况且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打得很煎熬 但韩国也不可能主动去攻击朝鲜 朝鲜被打光了可能无所谓 因为它毕竟近乎一无所有 而韩国不同 一个繁荣的韩国也想毁于战口 韩国老百姓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此外 朝鲜毕竟拥有核武器 假如金正恩选择同归与尽 不但对半岛和周边国家 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